有三次提到,死掉了 有三次提到,死掉了 好了,我告訴大家 基督徒不怕死掉了 不怕死掉了 為什麼呢? 因為基督徒受了水泥 基督徒全部受了水泥 水泥是表現什麼呢? 這裡聖經說 信而受死的,就必然得救 不信的,就必必定罪 水泥是表示什麼呢? 水泥是表示 一個字 第一個字是表示死 死 第二個字呢? 就表示活 第一個字是死 第二個字是活 為什麼呢? 因為聖經裡面說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 當我們受水泥那一刻的時候 我們是代表過去的 我已經完全死了 過去的我死了 就是說,當我們受完水泥之後 就表現什麼呢? 表現一個新的我 一個新的我 現在是活的 一個新的生命 是由我裡面來活著 所以基督徒從來都不是死的 從來都不怕是死的 因為他們說 某一個人的喪禮 你知道嗎? 聖經說那個 那個肉體 我們現在肉體的死人是什麼 是醉了 睡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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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明睡了棺材 我們不在家翻焦了